这一集我们要来谈一下弦乐器 举例来说就是吉他或者是Bass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你可以复习一下 我之前讲过的 这个边界条件是什么 吉他的话 Bass的话 这种弦乐器两端都是固定 所以写一个N节点 然后距离是L 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F1等于NF1 如果你需要我的复习的话 我快速写一下 从这些图右边这些图 我可以知道L等于正整数倍的半波长 然后波长等于什么 波数除以频率 所以频率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得出是2L分之NV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F1是2L分之V 然后F2是两个F1 对不对 那F3是三个F1 对不对 然后点点点点点点 一时类推 所以FN是NF1 然后这个N就是一个正整数 好 那举例来说就是像吉他这种乐器 好 那同学你可以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吉他 他那个弦拨下去之后 譬如说我拨某个音 都 那吉他就产生了 这个都的音 为什么这个弦拨就只有都的这个音 为什么固定了之后就不会有别的音跑出来 他就是稳定的同一个音 答案非常的简单 因为你拨下去之后 你这个弦场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两端固定的边界条件 然后呢就只有某一些满足这些边界条件 就是这个边界条件就是这个 满足这个条件的波长 或者你说频率 频率就在这里的那些震动模式 可以被允许累积能量 也就是说固定两端之后就只有我画出来的 当然有无穷多种啦 那就只有这一系列的频率是可以被允许形成驻波 我进而能量不消耗而会累积的 那你就知道所以如果我波动的弦的话 那就是这些频率的波 它叠在里面可以累积能量 那所以很自然的最强势拥有最高能量比 在这个弦被你波动之后 能到最多能量的几种震动模式 就是形成驻波的这些啊 所以那我们会听到的声音基本上就是基因 我们会听到的声音基本上就是基因 那我之后再来解释 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听到泛音 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主要听到的频率 就是基因的频率 那我们之后再说 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就是说 你只要固定了某个边界条件 例如说两端固定 你就会决定某个系列的频率们 这些FN们 这些频率他们可以形成驻波 然后形成驻波之后能量就会累积 能量就会累积 他就会变成这个弦上的能量 都用这些模式来震动 那那都用这些模式来震动的话 那你听到的声音也就是这些模式哦 就是我指这些模式就是你听到的频率 就是F1 F2 F3 这些东西的叠加 那最后我有一个没有跟你讲的 就是你最后只会听到F1 你最后只会听到F1 所以你谈一个弦 如果他音是多的话 那我告诉你这个弦的基频就是都好 那我们这边接下来做一些命名的问题 来我来写一下 如果这个N等于1 我们就出F1对不对 那这个F1就叫基频 或者叫基因 那如果我们出N等于2的时候 就会得到F2 F2是两个F1 我们会叫他罗马数字第一范英 罗马数字是我用的啦 好那他就叫第一范英 那N等于3的话 他F3会等于3F1 他叫做第二范英 好那以此类推 那这是一种命名法很常用 那我们有另外一种命名 就是看N等于1 我们就称为第一谐音 那N等于2就称为第二谐音 N等于3就称为第三谐音 老师就懒得每一个都写 我就写一个谐音代表 所以你可以说基因就是第一谐音 第一范英就是第二谐音 第二范英就是第三谐音 谐音这个命名就是看这个N等于几 那另外一种命名 我们最常用的命名法 就是基因与范英 反正基因就是第一个N等于1的 然后接着就范英就是开始排序 第一范英第二范英 这样一直接下去 好那我们比较常用的命名系统 是基因与范英 出去外面跟人家讲 你讲谐音比较没有比较少人讲 那讲基因范英 大家就知道了 那我们的弦上就会产生基因跟范英 但是最后我们只会听到基因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讲 所以乐器发音的思考流程 老师给大家一个思考图 第一个 物体的几何形状决定了边界条件 什么意思 我刚刚讲的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随便甩一个弦 你不会听到 你随便甩一个两段固定的弦 你不会听到特定的声音 或声音不够大 你想想看吉他跟一个随便一根弦有什么差 吉他有一个音箱 有一个构名箱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 为什么我们可以听到足够大的声音呢 好 乐器为什么发音我们会听到特定的频率呢 因为购名箱 像吉他的购名箱 他的几何形状 购名箱有个几何形状对不对 像我们之前教过的 这个几何形状会决定的边界条件 我们之前教过的叫做一维波动 那一维波动的那个几何形状超级简单 应该说边界条件超级简单 就只有两端固定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跟两端自由 这种边界这些个边界条件 那可是你自己想想看 那个购名箱是3D的 所以他的边界条件就更复杂了 不过我告诉你物理的原理是一致的 反正你有一个物体 我不管你是一维二维还是三维 反正你有个几何形状 你这个几何形状就会决定了某一些条件 那些条件就是边界条件 这些边界条件呢 满足这些边界条件的波动 就有一系列 一系列就是基因跟反应 就一系列的特定的频率 就是刚刚讲的F1一直到FN 这些无穷多个 一系列特定频率的正旋波 可以在这个物体里面形成柱波 那我举例来说 就是吉他的那个购名箱 他有一个自己的几何形状 然后呢 他决定了一个边界条件 这些边界条件呢 能够满足边界条件的深波在购名箱里面 就会形成柱波 能够满足其他购名箱的边界条件的深波 就会在购名箱里面形成柱波 那形成柱波会有什么好处 那个深波如果可以在购名箱里面 形成柱波的话 那他的能量就会被快速累积 于是你的购名箱里面 就会累积了很多的特定的能量 特定的能量用什么 用F1振动的这种频率的能量 跟F2 F3 F4一直到FN振动的这些能量 会被挑出来累积起来 那不满足边界条件的不是没有办法形成柱波的 这些深波的能量就会传出去 而且消掉 他根本没办法累积 在你的共鸣箱里面没有办法累积 好那累积之后呢 我们外面的人就会听到 我们就会觉得 有发出一个特定的音 其实那个特定的音就是柱波里面的基因 那至于为什么泛音 我们没有特别讲说 为什么不会听到泛音 那这个我们之后再解释 好所以我们的思考流程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播以吉他来讲 我们播吉他 吉他呢就会用特定的频率来振动 他有一系列的 N等于1 2 3 1 基因泛音 在振动 然后吉他的振动呢 就会扰动他周遭的闲周遭的空气 然后那些空气呢 被振动之后就传到了共鸣箱里面 然后共鸣箱被设计成跟吉他的振动有 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频率可以在 共鸣箱里面形成柱波 这是被设计好的 所以吉他振动出特定的频率 传到共鸣箱之后 这些频率的升波 从弦波变成升波 这些升波都可以在共鸣箱里面形成柱波 所以第一步骤是你先播显 产生了特定频率的弦波 这些弦波会扰动空气 这些空气就会产生升波 然后这些升波呢 刚好这些频率又刚好是 共鸣箱里面可以形成柱波的频率 所以共鸣箱的 共鸣箱就会在 里面也会形成柱波 然后这柱波频率跟闲波的频率是一样的 然后呢 行程共鸣箱里面的空气的柱波形成之后 能量就会累积 然后这个能量累积之后 我们在外面的人就会听到 哇这个发出了特定的频率的声音 而且蛮大声的 因为这个共鸣箱的能量 把柱波的能量累积 我们才会听到特定的声音很大声 那那个特定的声音 就是这一系列的柱波的机频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乐器 发音原理的思考流程 我们下一集再讲其他种的乐器 我们下集完 我认为啦 我认为你讲的话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你